我有一天,他成長得這麼好,他孩子也帶得這麼好 那我心心中就很弱,我就很小,對我先生也產生不了影響 那我自己常常很辛苦,我自己也很多控告我自己 就是很多,我覺得自己做得很不好,就很氣餒,我很氣餒,就是啊 所以我們才需要上天安放水,對,我就是喜歡唱詩歌 那唱詩歌的時候,我比較會得意,就是這樣 那要是我沒有耶穌的話,我現在也是很,光景也是很不好 我常常也很多次也很想要再走回頭路的 但是好像又有人把我再拉回來 就是想走回頭路,就是又可能像以前這樣,不想自信這樣 但是很奇怪,就是神又有一種方法把我又帶 像那時候我在洗店中很累,我都非常累 因為剛好你們那時候也能付到大會這樣 剛好你們那時候也能付到大會這樣 剛好你們那時候也沒機會跟我講一些 所以我又去試試看這樣 那時候很痛喔,我也不敢去 我也不敢去做針灸治療,我的腰痛也不敢 我就照著你們那教的那個禱告 我才敢做那個治療,針灸 我不敢針灸,可是那腰痛我就是要做 我也不敢去看醫生很累 結果我就照著那個禱告,就是我那時候要碰到好 因為那時候晚上碰到好,那個又急便工作這樣 碰到好,有時候很多的醜苦走散 就是很多沒有辦法跟人家說了很多事情 我覺得那時候剛好我在學會那種禱告 我就在晚上睡覺,我就用那個方式這樣子禱告 很多很多說不出來的一些的難處 沒有辦法跟人家說 就是我就這樣試著禱告,要禱告到睡著 我那時候有去聽見證,有一個之後還有一個見證 那個姊妹這樣,她就是這樣子禱告 就這樣,她是長到四年多嘛,那個不知道叫陛霞姐 我不知道其實她媽媽,就是 她有這樣子講,她不是陛霞姐嗎? 然後她就批准一致啦 好多個都有見證,那個結婚媽媽有見證 有兩個陛霞 那時候我就有請家去聽,我也蠻十分的 那我就學會那個老婆,我就蠻好的 不然我又沒有去啦 聖靈要多用靈言禱告 因為久沒禱告,或者沒去聚會 聖靈會離開 以前一個跟我一起信主的同學,她大一得聖靈 然後沒有去聚會,沒有禱告 到大三的時候,聖靈不見了,離開了 然後到大師,她又禱告說 阿神,你如果再次留聖靈,我就受洗 那真的又得到聖靈,又可以用靈言禱告 然後她就受洗 然後那時候我,沒有問題 像我那時候要去上課電腦班 也很多人,很多的阻撓 後面聲音很多 我就反而沒有管,我就騎機車去門的時候 我也是用這個方法禱告 隨時隨行動 結果還是騎得很順,騎著 騎到了去上課 其實有遇到很多狀況 那這個,因為像我們的禱告很簡單 簡單又不用講得很長很多 也不用說要講得很華麗 對 不講得很華麗 要文實,要很美 又不用這樣 就是很簡單的講一講 也是有大師 我開車也在禱告 真的喔 每天要開車去台北來回 隨死隨地都可以 對,我覺得也蠻好 就是比較會 就是比較會